大家好我小胖 今天來分享我考重機的過程跟經驗 從騎車到尺步有一個小規定要在30秒內完成 分別是把車頭轉正然後提車主開電門 然後來到空檔發動到經驗檔 然後起步離開把線這一連串的操作要在30秒內完成 考試當天還有一個大哥太緊張 所以還沒開始就直接被抓下來 直線7秒這一項就是考驗你離合器的手法 如果你預測你到終點不會到7秒的話 就是搭配後煞車使用 應該就會問問過了 修改後身的運動 是這樣嗎完整地方的運動 你也因為最不要再 then 反而會是我覺得曼 villagers 出來都是追的 身體원再次ρωOW 這順利手習中遙遠 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双手紧抓握把 不用抓离合器 然后双脚紧贴油箱 就是眼睛望 你要去的方向盖 然后记得 进去的时候 要打方向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个项目是在驾驱卖里面 比较有 骑车感觉的项目 唯一一项 很简单 是一个很流暢的动作 分别就是 加油 手游 拉离合器跟 勾档位 然后再慢慢放离合器 然后再加油 然后到 感应区间要在 25公里以上 杀停 就结束了 这边 进完成要打左方向灯 然后准备进入上坡 上坡的时候 手不要拉离合器 稳稳地过 一样没有难度 下面两项 下面两项 比照道跟 行人穿越一样 没有难度 就是 该停的时候停 出发前 左右摆头 请不吝点赞 会不会 或讨论 的 不吝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